中华彭莱宣导道教会28号在寿风举行的祈福法会 以花莲陷进与道路用路人及农业兴望五股丰登祈福法会为主 由秘书长游敬煌来亲自主持 理事长张天宝、首席顾问吴基成 还有很多信仲都共同参与 中华彭莱宣导道教会农历12月14号到12月21号 也就是国立的1月24号到1月34号公积八天 在寿风乡封平路三段六项5-3号举办113年 花莲陷进与道路用路人出入平安及农业兴望五股丰登祈福法会活动 由秘书长游敬煌主持 首席顾问游基成大人主机关以及新手们都参加祭祀 诚心祈求保佑花莲道路行社平安 诚心祈求保佑花莲局保佑住 switched立业兴望离 Circle 充满 胡 existenti server熟组合 以及幾級一百十三名農業、發達、五國工修、風教、五孫、四國發電官官民、國國、大發財、大賺錢 今天也感謝基督丹尾發電官政府以及交通部風陸總局前來祝福以及基督非常感恩 尤其本會與史以及感激會員代表及全體會員工、共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感謝完成這次大家發揮非常感恩 而且也祝福大家在這個過年先祝大家拜一張明星期發財、新年快樂 非常感恩、感謝、再感謝 劉敬煌表示陸基公務法會活動已經完成第十二個年頭了 基督法會活動可以說是相當圓滿 透過首席過往五季城以及信眾們的支持 讓新市在華林縣境內的道路們能夠出入平安 中華佛龍縣境內的教會 同時也支持韓式們溫暖的東西和紅包 也帶給大家溫暖的祝福 記者請願意收穫小道